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一组 其实你们可以叫我Joseph 或者叫我Pastor Joe 或者是你们要叫我Lang Jai 我都不是很介意 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叫的那些Titel过后 我发现到那个菜都凉了 他们说你可以Pastor Dr. Joseph 过来位置参祷告吗 讲完名字那个菜凉了 所以较短一点没有问题 不过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 好不要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今天又是我来讲道 请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心能够被打开 来听到你要和他们说的这篇道的真理 主我们祷告 你来触摸每个人的心 这样的祷告是奉口主耶稣的名 Amen 如果你们很兴奋今天来到中文场 好不好你们给一个大大的欢呼声 这边比较兴奋 这边好像不怎么兴奋 这边的弟兄姐妹们 给谁一个大大的欢呼声 希望讲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还有这样同样的热忱好不好 好 好吗 好 好 就好像我以前说的 如果旁边的人睡觉了 轻轻提醒他不要太大声 不要干扰到其他人睡觉 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的巴士 他和我们分享了使徒行传第一章 他说了祷告 他说了一些背景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重点 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讲到很多圣灵 那今天这个主角就即将登场 今天我们要讲到圣灵 我把这个题目标为圣灵与你 就是圣灵和我们 在还没开始之前有几个问题 要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希望在这篇道过后呢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深刻 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 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圣灵是谁 大家说圣灵是谁 只有前面的问 后面的好像已经都圣灵是谁了 大家说圣灵是谁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圣灵对我们的生活 如此重要 第三 我们要怎样才能被圣灵充满 我不知道你们和不和我一样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蒙面歧视 有谁喜欢的把手举起来一下 不小心透露了你们的年龄 没有关系 手没有举起来的 应该是和我妈妈同年龄的 都说不要看那么多的卡顿 去读书 所以没关系 我能够了解 或者是有一般没有举手起来的 他们不知道这个 uncle在攻抹野 这个什么歧视来的 没有看过 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这个蒙面歧视 有几个名字 第一个叫做Bajahitam 对吗 我可能会讲错啦 那个小时候的印象 或者叫蒙面秋眼 蒙面秋眼 something like that 我非常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每当一个怪兽 或者是一个敌人出来的时候呢 他这个骑士 他就会拿出一个很特别的仪器 他拿出来 然后他会做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那位弟兄 你还记得 他会做什么动作 他拿出来过后他会跳舞 他会跳一个很酷弦的舞 他会拿起来 然后转一转去 突然间那个灯光会闪一下 他就会变身 变成这个蒙面骑士 他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英雄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很羡慕 那个变身的过程 可是长大过后 我就会问这个问题 他变身花的时间那么久 那个敌人不会马上把他 他每次变身都要一两分钟的时间 对不对 不过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小时候就很崇拜 这个哇 所以他变身过后呢 他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 对不对 好像是普通人 不能够打倒那个怪兽或者是敌人 他变身过后呢 他才有这个超能力 他变身过后 他能够更好的战斗 他能够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拥有这个打败敌人 拯救世人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想起 诶 好像跟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关系 可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因为蒙面超人没有在圣经里面 今天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被赋予一个更大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谁 那个力量是圣灵 大家说圣灵 大家说圣灵我们欢迎你 比较特别的就是 这个圣灵他不像蒙面骑士 你需要圣灵的时候你不需要跳舞 你不需要拿出一个仪器 然后再变身 不需要 圣灵他能够直接的与我们同在 圣灵他常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 圣灵是谁 圣灵他有很多的名字和角色 他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位格 如果我能够用水来和大家形容的话 这个圣灵和神和耶稣 他们就像是水 水他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对不对 他有液态 就是我们普通的水 他有蒸汽 可能姐妹们很喜欢去做SPA 喷蒸汽那种蒸汽 或者是他能够变成冰 他们都是不同的这种形态 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物质 就是H2O来组成的 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错 没有啊对不对 你们也不知道 没关系 同样的 神他有三个位格 我们有我们的圣父 圣子和圣灵 所以同样他和水一样 他有不同的位格 不过他是同一种物质 所以圣灵他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圣灵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字 他是真理的灵 他是我们的帮助者 他是我们的教师 他是我们的代求者 他是我们的代求者 他也是我们的父权者 他是我们生命的治愈者 他是我们得救的印记 他是智慧和理解的灵 他是罪的体行者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过后 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对还是错 圣灵会提醒我们 这样做是错的 他也是恩典 他是圣洁 他是荣耀 他是合一 弟兄姐妹们 圣灵他是一个灵 他不受任何的东西限制 圣灵他不是你装在他一个杯里面 他就是一个杯的形状 不是 他是一个灵 他能够在任何的地方自由的行动 虽然我们看不到 可是他的工作实实在在在我们当中发生 他的工作实实在在在我们的周围发生 他是一个位格 他不是一种力量 你们要知道哦 今天我所说的圣灵 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们来我给你一个power 或者是我给你一个影响力 不是 他是一位神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重点 圣灵会和我们互动 圣灵好像一个人 他会和我们互动 他会感觉到我们的忧伤 他也会忧伤 当我们选择继续做坏事的时候 他会忧伤 他会指引我们进入真理 他会帮助我们活得更像基督 那是我们的圣灵 所以他有很多名字 他是一个灵 他是一个位格 也就是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他是谁来形容他 他是神 在创造整个世界的开始之前呢 太初有道 在那个时候 圣灵有在 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被埋在 被埋 然后第三天复活的时候 圣灵也在 同样的今天 圣灵也在我们当中 Amen 所以我们知道了 圣灵是谁 名字太长 比我的名字更长 所以你们能够把它记起来 下一次你们要问你 圣灵是谁 你们能够给他看一下这个 今天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在我们进入之前呢 我给大家一些背景 这个《使徒行传》是耶稣 升天过后 对不对 升天之前他准备的这个使徒们 那今天耶稣要升天了 在第一章耶稣就升天了 对不对 Pasite有跟你们说耶稣升天了 他怎么样升天呢 很Drama的 他有那个云彩来 带他他就这样升上去 然后每个人在那边看住他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门徒们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况里面 他们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他们一直跟随耶稣 有什么问题 跟随耶稣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现在 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吩咐 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使命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点 有一点loss 这让我想起了 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说 不要每次都提到她 所以 不过不要告诉她 有些时候 我的太太要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她 这个我是在那个移民厅外面 看着她走的时候 我心里面 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感觉 有一点不懂要怎么做的感觉 我不确定什么 我不确定她走了过后 我要吃什么 我不确定 我回到家里面 当小孩子问我 爹地爹地 可以帮我拿这个衣服吗 我不确定 我是否能够找得到 然后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依赖 在家里面常常会依赖她 同样的 这些门徒们 他们的依赖已经不在了 他们的依赖 耶稣已经被接上去的 他们不懂要做什么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在那之前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 弟兄姐妹们 耶稣知道我们的心了 然后在我们还没讲出来 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耶稣已经知道我们的心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 耶稣说什么 他说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卉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真理的灵 然后过后呢 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 又再次告诉他们 因为我有准备 他说什么 耶稣再次应许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做我的见证 哇 耶稣还没升天之前 他就告诉了这个门徒们 和使徒们的这个应许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clear一点的 这个看法 第一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能够打破障碍 圣灵能够打破障碍 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们 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诗差不多要到五旬节了 我也没有读错 五旬节 还是五旬节 谁觉得是五旬节的举手一下 谁觉得是五旬节的举手一下 没关系 我就说五旬节好了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在祷告 他们在寻求主 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就知道了 一二三 不许 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到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往 我们在哪里了 第六节一起来大大神读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个人听见门徒 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剩那门 都惊讶齐齐说 看啊 这说话的人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 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哇哦 你们知道吗 在那一天非常drama 那个使徒行创 蛮drama一下的 那耶稣被接走的时候 也是很drama一下 有云彩来接耶稣上去 有没有看过 我也是没有看过 不过我能够想象的到 哇 每个人在那边 第二章来的时候 也是很drama 突然间在屋子里面 有大风吹过 姐妹们 想象一下 在这里我们有两百多个人 突然间有大风吹过 哇 突然间好像有那个舌头 这样的火焰在你们头上 哇 圣灵来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 天上他发出了一个响声 好像一阵大风 充满着他们的物质 然后每个人头上 有这个很像石头般的火焰 不过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在那个时候 开始说了别国的话 他们开始说了别国的话 这让我想起了 在创世纪 有一个叫巴别塔的事件 你们记得吗 人他们想 我们可以自己去建 那个通天的巴别塔 这样我们建了这个通天的巴别塔 我们就能够去到神的level 那个是很骄傲的 那个是一个很自大的一种行为 他们用自己的能力 他们想要达到神的那个地位去 所以上帝就搅乱了他们的语言 上帝就搅乱了语言 让他们不能够在叛逆中联合 因为这个是叛逆 因为这个巴别塔 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一个因人自我为大 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语言 语言成为了骄傲 成为了这个分裂的一个象征 不过今天 今天我们看到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当我们以神为中心 当我们一起聚集来祷告 神我不懂要做什么 我不懂该怎么做 耶稣叫我去做这个使命 我不懂该怎么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接着圣灵这个分裂 也就是这个语言的障碍 被这个圣灵消化了 被这个圣灵克服了 圣灵已经打破了这一个障碍 哇 你们看到吗 我在准备的时候 圣灵跟我说这篇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兴奋 在当天不单单只是那十二个门徒 他们选了一个新人对不对 那个新人跟我有关系 他的名字好像也是叫Joseph 如果你们读圣经 应该会读到那一个 所以我有点兴奋 不过不只是他们在 和他们在的还有一百二十多位 当时有见证到全部事情的这些 这些跟随者 所以当天的情况跟现在SM很像 很像 所以我希望 如果等一下突然间有大风响起的时候 突然间有看到火的时候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可以开始说别的语言 他在这一个声响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到 刚才在圣经里面读到 每个人听到他们 用他们自己的家乡 话说话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奇怪 他们这般人是谁 他们不是加利利人吗 在这一段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第一 圣灵会降临并恩高我们 并给我们这个能力 让我们成为见证人 见证人就是成为主耶稣 吩咐我们去做的 什么是见证人 去传福音的人啊 第二 我看到的就是 圣灵会吸引到人 来到我们身边 看到吗 在这边说 那时有谁 然后这一声响 第六节的时候 这一声响 众人都来聚集 所以当圣灵赐予你 这个能力的时候 圣灵同样的 会把人带到你的周遭 让你去影响 虽然可能你不会说 他们的语言 不过透过圣灵的能力 你们能够和他们沟通 Hallelujah 你们还在吗 是不是有一点亲 是不是有点深 是的话 你们可以举手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深 不过我告诉你们 圣灵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理解 我告诉你们 弟兄姐妹 他们做了 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 他们开始说了别人的语言 他们没有学过那个语言 圣灵给他们这种能力 去说那个语言 为什么他们要说 这些讲话的人 不是伽利利人吗 第七节 伽利利人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 因为伽利利人 在当时 他们的那个社会的地位 他们是没文化的人 他们是没有口才的人 所以他们突然间 能够说到他们的家乡话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你们会突然间说 你们有没有去算过 如果你们要学一个外语 要花多少年的时间 有吗 那个Amanda有说有啊 大概多少 可以给我一个概念吗 一生 一生 哇 有没有 如果你们不会外语的 想学外语 要花多少年的时间 好 我告诉你们 我来沙巴差不多要十年 没有 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还不会说客家话 我明白的是 当你们骂我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在骂我 我骂不回你 弟兄姐妹们 如果一个正常人 他需要花一年半 到四年的时间 来精通一个语言 在这边 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们马上 能够说这些语言 你知道他们总共说了 多少种语言吗 有在圣经里面 我做了这个记录起来 所以大家不用再去看 总共有十七种语言 大家说 哇 你们好像没有很 印象 我一个客家话都不会 你们笑我 把他们会十七种 十七种语言 在一瞬间 他们能够说起来 Pricilla还要去算算一下 我算过了 真的是十七个 弟兄姐妹们 我要说的是 当圣灵 让我们能够瞬间 秒杀精通语言的能力 他让门徒们有这种能力 他打破了语言的障碍 他打破了语言的障碍 他让他们能够和其他的族群来沟通 这真是耶稣吩咐他们的 做我的见证 那如果 我要做你的见证主耶稣基督 可是我不会说印度话 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 圣灵让他们能够说印度话 当我不会说马来话的时候 圣灵让他们能够说马来话 我要说的重点是 圣灵他不仅仅是让这些使徒们 有说外语的能力 他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打破障碍 他今天仍然在做工 圣灵不是一个过去世 圣灵是一个现在还在动工的 是一个present tense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语言他都能够给我们了 还有什么他不能够给我们的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大家 在今天 耶稣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会面对一些挑战 我不会啦 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那个 我要告诉你们 圣灵 如果他能够赐给这些门徒们 他以前没有的这个能力 那他今天也是能够赐给我们 我们以前没有的能力 你们相信吗 相信的话说一个阿们 哇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什么成为了我们的主人 有什么成为了我们的这个障碍 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 神我不能啊 我真的是不能 想想想一下 在我们的 我们要把 我们要打福音带去我们婚姻的时候 哎呀 我不能和他沟通啦 他这样的不可以的 结婚之前很sweet啦 结婚过后 哇 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 当我们要把福音带去职场的时候 不可以啦 这个人改变不到的啦 他就是这样的啦 很多不能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告诉你们 当圣灵给你们能力的时候 你们能 你们能够选择到最对的语言 去和那般的人来沟通 他们能够从你们的语言 从你们的行动 从你们的这些表现中 来体验到神的荣耀 Amen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们要突破这个障碍 圣灵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突破 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障碍 很简单 使徒行转二 我们要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寻求 不断地相信 突然 就会发生 吓到你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刚刚学的技巧 你在说话说话的时候 突然间加一个emphasis 那大家就会醒来一下 非常有用 我们看到来到第二个point 就是圣灵能够使平凡变为非凡 大家说非凡 所以要成为非凡人 只有几个敢举手 每个人要成为平凡人 是不是 所以要成为非凡人的举手一下 靠圣灵的力量 所以我们成为非凡人 哈利路亚 我常常认为 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 我们需要可能 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 才能够成为非凡的人 可是它的关键非常简单 它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意念 在于我们愿不愿意 在于我们愿不愿意 被神来使用 在这个使徒行转二 他说到将圣灵降临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伴随一个强大的风 对不对 呼 等一下帮我妈妈一下这个麦 好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创世纪二章七节 神向亚当的鼻孔吹气 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当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圣灵和我这个手画 你看到那个大风吗 它让我联想到创世纪 神的那一口气 神的那一口气 吹去亚当的时候 亚当有了生命 亚当有了活力 亚当活了起来 这告诉我们说 神能够带来气息 神能够带来新的活力 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 那个字也是非常非常的相同 在这个使徒形状中 这个猛烈的活 它的希腊词是 我可能会读错 不过没关系 你们知道怎么spell就好 他和创世纪二章七节 提到的这个希伯来词 是有相同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神的气息 就是神的气息 也就是有生命的那个风 所以我们看到 在使徒形状二 这个风圣灵来的时候 它代表是 它带来了新生命 它带来了新能力 它带来了新的活力 它带来了这些活力 装备这些使徒们 能够去做 神要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因为有 有着神 我们有了生命 神创造了亚当对不对 然后给他了一口气 他有了生命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新生命和永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原本是有罪的 罪的代价是死 不过因为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新生命 我们有了永生 那借着圣灵 我们能够过上非凡的生活 圣经中也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大卫 大卫是谁 大卫是一个牧羊人 他所说的语言就是 牧 你们知道吗 他没有什么人的 那个旷野里面没有什么人的 不过当圣灵 临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 他打败了不可能被打败的 哥利亚 然后他带领了整个国家 另外一个例子是谁 门徒们 你们知道那门徒们 他们是谁吗 有渔夫 有渔夫 然后有税吏 你们报税了吗 我提醒一下罢了 这个跟这篇道没有什么关联 可是当圣灵在五旋节降临的时候 他们被圣灵都充满了 他们很勇敢地去传福音 他们并开始了初级教会的复兴 这些人都是因为神的气息 圣灵的这一个降临 从平凡变为非凡 从平凡变为非凡 神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做出超过我们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你们相信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会站在台上讲道 那个不是我能力范围里面能够做的事情 但耶稣我不能 你能 耶稣就让我来这边讲道 从平凡变到有一点不平凡 我想说的就是 今天同样的圣灵能够降临在我们的生活上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一些不平凡的一些动作 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 可能工作中我们看起来是很普通的 是很普通的 可是因为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有那个创意 我们有那个同察力 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中脱颖而出 所以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哇 它被圣灵充满 或者是在我们家庭当中 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恩典 让我们把平安 让我们把爱和希望 带入我们的家庭里面 你们看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很开心来到教会 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家庭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 我说的是可能你们的 比较远一点点的亲戚还是什么 还有很多是破碎的家庭 可能就透过你圣灵给你的能力 你能够带领他们来信主耶稣基督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你觉得哪一些地方 已经没有什么生命了 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你觉得哪一些地方 已经没有什么生命 没有什么活力了 在灵性上的麻木 和生活中的枯燥 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常常感觉到 可能我们在灵命上 没有什么活力 我们读圣经 读到很 没有什么动力 我们读是因为小组组长叫我们读 没有读的话 人家会知道我们没有读 我们祷告变得很机械化 五十个字的祷告 就是五十个字的祷告 没有什么内容在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 不用举手 我有经历过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圣灵 它能够带来神的气息 这个圣灵 它能够带来新的活力 它能够让我们的灵 幻然一行 它能够让我们的灵 有这个活力 有这个活力 圣灵是那个复苏的力量 它是生机和活力 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 没有圣灵 其实你也是可以活的 没有错 没有圣灵 其实你也是能够可以运行 你平常的生命 可以的 因为圣灵 它不会是个逼迫的灵 圣灵 它没有来强迫你们 你们是 你们是基督 你们是 我一定要你们 say yes to我 圣灵不是这样的灵 圣灵是一个很soft的灵 是一个很gentle的灵 它不会逼迫我们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圣灵 要我们做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功 我们来教会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 这个是神的功 如果我们不借着圣灵的力量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神的功呢 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麻木 可能我们会在麻木里面迷失方向 可能我们还会被很多的种种的东西来打败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说不如就让圣灵来充满 当我们把神放守卫的时候 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就能够看到圣灵能够带来的改变 我再说多一次 神的气息能够让我们枯干的灵魂 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 圣灵就是那复苏的力量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只是想鼓励一下大家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知道 我们的灵魂很孤干了 在这里有没有小组组长呢 举手一下 嗯 没轮吗 你看那小组组长他们举手了 有一点没有什么活力了 有没有小组组长你们 你们在带领小组的时候 带领到没有什么活力了 我知道没有 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为你们祷告 有没有 弟兄姐妹你们是基督徒 不过你们在职场 越做越没有力了 举手一下 感觉上你每天你的身体在那边 不过你的灵魂没有在那边 举手一下 by the way 我不是自己举手承认 我是叫你们举手 有吗 有 没关系的 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 因为我不是来judge你们的 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 祂要提醒我们 当我们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 哪一处已经没有了活力 没有了生命 神的气息 Rua Pinoi 他们能够来充满着我们 借着圣灵来充满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这个活力跟气息带路 有一段时期我的婚姻是很枯燥的 我的老婆还在 不要说那么多 但我要告诉你们 借着圣灵的带领 Rua 神的气息 现在我们的婚姻变到非常非常不一样了 好彩你有拍手 要不然就有一点 awkward 我的太太 她开始有那个灵命的成长 我看到火 在以前是没有这个的 可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上面我真的是不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 去维持这个欢迎 你可以不可以来 吵架的时候 你和她说话了 我不可以跟她说话了 你自己和她说话了 结果就看到 神的这个新的气息 新的活力 新的生命 注入在我的家庭里面 注入在我的婚姻里面 注入在我的这个 小孩 甚至在中文堂 我开始看到了 我开始看到了这一幕 我看到了很多新的气息 新的活力在我们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觉得 哪一个方面故障 可能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婚姻 在你的parenting 或者是在你的学业上 或者是当你 当你做人做到好像很奇怪 我的 我的怀疑人生 今天 透过圣灵 圣灵能够带来繁星 圣灵能够带来繁星 我不管你们是在哪一个领域 圣灵能够带来繁星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说一个amen 我来到最后一点 你们要拍手可以拍 这个掌声是给圣灵的 这个掌声是给圣灵的 因为我们相信圣灵能 第三 圣灵能够使恐惧转变为勇气 圣灵给我们力量 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恐惧 变为勇气 在领受这个圣灵的恩高之前呢 门徒们常常是非常胆小的 举个例子 当他们在船上和耶稣在一起 他们看到大风大浪的时候 他们做的什么样的动作 我听到有人说话 可是我不懂他在说什么 外国的语言 他们做的什么动作 他们叫耶稣起来 对不对 他们很害怕的 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 他们不能够 他们是很害怕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知道 他们是不可以的 他们很不确定的 可是当圣灵加力量给他们 恩高他们过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彼得 他竟然站了起来 彼得站了起来 他传福音 他和人家说 你们知道吗 传福音 他在那一天 他带了多少人信主 三千 哇 他在一天 他就让整个Sky Arena 坐不下了 你们笑什么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力量 那个是我讲的 那个不是圣灵讲的 你们不要慢慢拍手 不过我的重点就是 我的重点就是 在彼得 他变成了这个不道家之前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胆小鬼 他是一个说谎者 因为这个五旬节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 被抓的那一个时间 差不多是五六十天 三个月 他三个月前 他很大声地说 主耶稣 你是我的主 我不会不认你的 还记得吗 攻击一教的时候 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 被人家认出 你不是彼得吗 你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吗 他落荒而逃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三个月过后 他成为了千人不道家 他带领了三千个人信主 告诉你旁边的朋友说 可能下一个就是你 彼得他站起来 他做了什么动作 他做了很多渔夫们 不可能会说的事情 他告诉的这一班弟兄姐妹 他们来了很多人 几千个人 他说 这个预言已经被应验了 然后他宣告主耶稣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叫全部人悔改 我们都有罪 耶稣为我们死了 现在他为我们的罪受代价死了 我们现在能够 借着他的名得到永生 他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 然后因为人太多了 上帝一直嫁给他们 嫁给他们人 他开始建立一个新社群 弟兄姐妹们 渔夫 渔夫 我想说的是 在我们当中 我先确认一件事情先 有没有渔夫在我们当中 喜欢钓鱼的不算渔夫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 职业不分贵分 职业不分贵贱 不过我们 是不是都比渔夫好一点点 你们不用说是 我能够明白 我是要给你们看到一个 一个 一个 渔夫能够说出这个东西 弟兄姐妹们 其实彼得 他用了超过一半的这个 使徒行转二章 超过一半 有三十多节 他用了超过一半 来讲道 来做布道 一个渔夫 他在被圣灵充满过后 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了 这让我想起了 有一个布道家 他的名字叫做 Pastor David Yonggi Joe 他是这个韩国 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 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在初期 他开始ministry的时候 他和圣灵有一个相遇 在那个时候呢 圣灵和他说 你的教会将会成为 一百万人的教会 一百万是one million 的一个教会 可是 当时 他的情况非常糟糕 为什么呢 当时的韩国 在一九六十多年的时候 对不起 一九三十多年的时候 那个是刚刚打完战 是战后的一个情况 非常贫穷 所以 他还是决定 顺服圣灵的引领 在那个时候 他开始了他的事工 他的教会 一开始的教会 是用这个tan 这个帐篷里面 只能够容纳 五个人 不过他顺服圣灵 我从五个人开始 今天 他的教会 已经有 超过83万的会友 在一间教会里面 我不懂要多少个 Sky Arena 才能够装下他们 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有83万的成员 单单在 这个是他们的教会 而且这个是很多年前的教会 不是最新的照片 那单单在 在2009年 他们就有超过 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个小组 给你们一个概念 Sky Night差不多有60个小组 他们在2009年 他们有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数字 那么漂亮 可能华人会很喜欢 这个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不管当时我们的情况 许不许可 战后吗 没有钱吗 怎么样设立教会 当圣灵指引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将会看到改变 从这个Pastor David Yonke 的这个故事 他也让我联想到 在曾经的一个季节 我有机会成为小组组长 那时真的是我的第一次 我很兴奋 我很兴奋 非常非常地有活力 每个星期五要到的时候 我拜二拜三拜四 我就开始去召集 我的那些小组成员们 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服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可是在带领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 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小组组员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有些时候完全没有回复 不要笑 可能就是你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在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呢 对不起 我说的这个是 是英文汤啦 不是中文汤 中文汤的非常棒 听说中文汤的小组 每次都有猪脚啊 等等这样的这些食物 不过我要说 让我回去重点 在这个小组 在那个小组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哇 有些时候还有弟兄姐妹 他们就 哇 看了有点灰心 然后当你去关怀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没有跟你互动 然后 出息率有些时候很低 你召集人 没有人来 不是SM的 OK 我感觉到那时没有什么生命力 那时我的小组没有生命力 我觉得很沮丧 所以那时候我和我的太太就讨论了 不如 他就说 不如辞职啊 不要做了 不好玩的 参加小组可能比较好玩 因为你可以不回复你的组长 或者是我们去参加 他们有节目我们去参加就好了 如果你要做小组组长 非常非常的麻烦 好 又没有回复你 又又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柔和小写的声音 告诉我说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继续带领 哇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过后 我告诉他说 上帝没有叫我resign 上帝没有叫我放弃 他叫我 不要放弃 继续带领 非常柔和的声音 过后呢 就发生了什么改变 在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夫妻 他们从吉隆坡就回来KK 然后他们就决定 要参加我的小组 然后过后 他们之前也是领袖 不过他们就选择 要follow我的这个组 在里面呢 他给的我的是支持 完全的支持 他给的我的就是完全的这个 顺服 就是讲leader讲什么 他们就去做 让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可是他们说 不要紧 你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在那个时候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随着我跟着那个圣灵的 那个小小圣的圣灵 我不放弃 第二年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边会跟我笑 第二年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边的没有笑 所以可能是有好事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第二年的时候 我的小组爆满 我的小组 感谢赞美生 第二年的时候 我的小组爆满 他开始有了活力 大家的活力好像火这样 一传十 十传 还没有到百 不过那个活力开始来了 我的小组 挤到不能够再挤了 我们还要裂分去第二个小组 哇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今天 我们在上个星期五 我们召集了小组 当然有一些人因为工作 他们不能够参与我们 在上个星期呢 我们的小组 在这个 听说有一个新开的炸鸡店 在我们当中这里是吧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对不对 青色的对不对 听说他老板娘也在我们当中 哇 笑得很大声啊 我们当天 超过四十多个人 大人跟小孩 这个是今天 因为 上帝圣灵的带领 不要放弃 继续带领 我选择服从 试想一下 如果当时我拒绝听这个 这个圣灵 我说 不要啦 放弃啦 因为我自己不能 我选择放弃 那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结局 对不对 我们的神是很好的 他从来不逼迫我们 他会给我们力量 现在Sky Arena 已经来到这个新社区 Sky Arena Sky Arena来到这个 比南邦这个新社区 我们 我们 来教会 不可以 只是单单来这里享受 这个氛围 哇 这个教会很爽 一下啊 哇 东西又好吃 特别是那个烧麦 好像没有了 是吗 最近 不 没关系 我们不能够单单 只是来这里享受氛围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我们除了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也是要跟着这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是什么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复 一起来读 奉复指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这篇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在这个社区里面 去传福音 当我们觉得不可以的时候 圣灵会来 带领着我们 圣灵会来装备我们 圣灵会让我们 有这个能力 去接触我们周遭的人 去分享这个神的好消息 我真的相信 如果彼得在一天里面 他能够带领三千个人信主 那我们也有同样的能力 因为圣灵 当时的圣灵和现在的圣灵 是一样的圣灵 当时的圣灵和现在的圣灵 是一样的圣灵 所以如果圣灵 能够装备彼得 同样的圣灵 也能够来装备我们全部人 Hallelujah 在我要结束的时候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圣灵就涌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个叫做 indwelling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在使徒行传 二中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恩高 这也要告诉我们的是恩高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活的 好像主耶稣基督 Hallelujah come upon us 是当我们准备好了过后 上帝来恩高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do 我们能够做 我们能够去服侍 所以 今天我有两个呼召 第一个是邀请你们 邀请圣灵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我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不过我很想要和这个主耶稣基督 来带领我的生命 在你做那个决定过后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过后我会有第二个呼召 就是呼召 基督徒们 准备来被圣灵充满 所以你能够去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你能够到各处去传福音 你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知道被圣灵充满吗 下个礼拜 Ray Marker 一定要去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那除了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恩赐 还有什么呢 圣灵的果子 当你看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能够看得出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在准备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照片 那个照片里面 是有很多的裂痕 然后裂痕的当中有一个破口 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上帝你给我看到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 上帝说 今天会有很多人他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破口 他们不能够为神来做工 我不知道 谁在我们当中 有这样的感觉 我生命里面不完整 我生命里面有破口 我不能够为传福音 传福音给别人去做 或者你活到很很难 因为你觉得你生命有破口 你觉得上帝跟你的距离很远 可能你自己是基督徒 你曾经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不过现在你觉得跟神的距离有点远 上帝给我看到那个照片 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破口的时候 他给我的答案是 他今天要来恢复 不管你生命里面的破口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可能你在成长过程中 你受到了欺压 可能你经历了家暴 可能你在职场上被骗 甚至可能 你被基督徒伤害过 今天 主耶稣基督说 你们看到这个破口 没有关系 我要来恢复 我的圣灵来的时候 我能够带来给你们新的气息 新的活力 新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时候好不好 我要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将唱这首诗歌 圣灵请你来 过后我会做这个呼召 不过在唱歌的时候 我要挑战大家 准备好你们的心 如果今天圣灵和你们说话 如果今天圣灵和你们说话 那小小声的声音在你们 好像听到好像听不到这样 或者在你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我要要求你们不要拒绝 不要拒绝不要说 不要啦不是我啦不是我啦 当我邀请你们来到前面的时候 好不好 弟兄姐妹们 你们就来到前面 不要去拒绝 因为圣灵能够带来反转 当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guarantee你们 你们将会看到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